CBA联赛在线尴尬一幕 看完下面的故事 或许会颠覆你的认知 昨晚CBA联赛第21轮继续开战 深圳和广州队的得比大战极具看点 没想到最后时刻上演啼笑皆非的一幕 时间来到最后13.5秒 广州队拥有两罚机会 此时的深圳队只落后一分 还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 奈何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陈寅俊关键时刻两罚一中 接下来的一幕绝对刷新你的认知 此时篮下2米1的沈子杰 面对1米99的崔永熙 竟然选择了看人不看球的抢篮板招数 尴尬的是人也没看住 篮板球被崔永熙无情抢走 沈子杰还送上一次犯规 当然这还没结束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继续跌下去 下一回和广州队正准再次给了深圳队机会 罚球还是两罚中一 而这次和沈子杰拼抢篮板的是1米88的小梅森 不可思议的是 沈子杰再次使用看人不看球的绝招 结果可想而知 球没看住 人也没看住 梅森拿到关键篮板 也帮助广州队锁定胜局 沈子杰的神奇操作也让场边队员难以置信 队友萨林杰场下怒摔毛巾 估计他怎么也没想到篮板还能这么抢 而深圳队员早已忍不住笑了起来 外援梅森差点没忍住 毕竟这操作太罕见了 竟然还是个双响炮 原以为沈子杰会因为失误懊恼 没想到他竟然对着主教练怒吼发泄不满 难道这奇葩的抢篮板战术是教练安排的 如果你只是个新秀球员 也许会因为紧张导致这样的离谱行为 但沈子杰是中国南篮球员 难道国家对中锋连抢篮板都不会 你面对的是矮个后卫球员 不是奥尼尔 沈子杰原本是中国南篮极具潜力的球员 然而最近几年的生涯中 球技没有任何进步 反而是脾气越来越大 篮球不是谁脾气大就能赢球 靠的是强大的自身实力 中国南篮任重而道远 各位 你对于这个抢篮板有什么看法 欢迎讨论